行政院長是最高行政首長 內政部是防災救災的指揮的部會 第一天就拿三億下去 然後硬要蔡英文去 蔡英文 應不應該去 當然也應該要去 但是他如果搶快去的時候 要交管 要這個紅綠燈要給他 要有一大堆的隨乎 剛剛瑞德哥也講 那所以你不是添亂嗎 大家都已經忙得像鬼了 然後還要 哇糟糕這個 哇大便 總統要來啊 沒關係 對啊 這不是 找麻煩嘛 那傅昆琪 如果花蓮缺東缺西 那要問你啊 哈囉 你是在哈囉 要問你跟你太太現在的花蓮縣長 你們兩個人在花蓮執政多久了 立委縣長 立委縣長 先生做完 太太做 不就你們富家人嗎 所以花蓮缺什麼 你們之前都知道 你們沒有補足 然後現在利用大家的傷痛 利用地震做政治操作 把責任推給蔡英文 拿地震第一個做政治操作是誰 就你富昆琪 你在臉書上面 感謝國民黨什麼講萬安 感謝盧秀燕 第一個衝到現場的是高雄 是台南 是屏東 第一個捐一個月薪水的是高雄的陳其邁 結果國民黨跟上用地震做政治上面的戀財 哇 只感謝國民黨的 道德嗎 應該嗎 有看到花蓮人的痛嗎 要蔡英文去感受花蓮人的痛 花蓮人看到你用他們的災難做政治操作才痛咧 因為你們賺的是政治上面的利益 真正痛的是花蓮人的身家 所以我覺得富昆琪不用在那邊 不用在那邊假哭啦 有夠噁心的 任何在地震上面 然後用這樣子表演的方式 我都覺得噁心想吐 當初台南地震 你看看賴清德是怎麼樣子 在那邊照顧災民的 你富昆琪好意思 好意思在那邊每天東罵罵西罵罵 我們不久了 超市民下支持 Ens四川rian